但您掌握到美国的最新动态了 拥有了130万名会员的国际卡车司机工会 可能不再支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工会的主席奥布莱恩 在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上头发言 没有表明要支持川普 只是感谢对方让他参加 但是挺川普之意已经是呼之欲出 好 传出的是美国情报官员 接获了线报 指的是伊朗打算要暗杀川普 遭到伊朗驻美人士来驳斥 这是个无稽之谈 不过特勤局已经是加强了川普的维安 而一名在共和党全代会外挥刀的男性游民 则是遭到了警方开了八枪击毙 诈骗的手法SIM卡交换攻击 连专门报道财经新闻的美联社记者也受害 记者突然间收到了通知 表示没有办法打电话和发讯息 才发现自己银行账户和电话号码都被盗用了 把钱转进了陌生的户头 联邦调查局指出了 从2018年到2021年间 SIM卡交换投诉案例增加了400%以上 提醒民众在不同的平台 不要使用同一组的密码 使用多重的双重认证 避免SIM卡被诈骗集团用简讯认证 而且还要提防网路钓鱼 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了 气候变迁改变了地球白昼的长度 因为随着地球暖化 海平面上升 改变地球自转 白昼的时间逐渐延长 最快可能在本世纪末 就会对全球即时标准产生了影响 以上讯息是由美国世界日报所提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